五杯券的加碼券 從今天下午一點開始 開放的三天讓民眾來修改 有哪一些加碼券呢 當中誰的中獎機率比較高呢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碧千涵 好 我們知道原本經濟部的說法是說 這個加碼券啊 你登記了之後呢 下好離手就不能再更改了 可是引發了民怨 所以呢 我們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從今天的一點開始 就多了編輯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官網上面來去做修改 那期限的話呢 如果從6號開始算的話 是到10月8號5月以前 這七大的加碼券啊 11號要開始連續四周要抽搶了 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 在這個時候如果大家還有疑慮 你可以上網來去看一下 原本登記了什麼 那現在呢 有沒有哪一些是你更有興趣了 所以我們就幫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用最新的資料算一算 哪一些加碼券 它的中獎率是比較高的 那麼第一名就是易放券了 易放券它為什麼 我們中獎機率可以來到27%呢 就是因為它的份數最多 有300萬份 但是這300萬份裡面啊 通常如果是以數位的話呢 大概是200多萬份 如果你是紙本的話 它其實是有限年齡的 1000塊的面額目前已經新已超過了 1100萬人次來做登記了 中籤率21% 那其實各個縣市政府也在積極的推券喔 就是希望民眾來到縣市消費 刺激相關的一些民生的狀況 那針對像是台北市政府呢 它就有五種券 從住宿餐飲到藝文活動 甚至你在傳統市場夜市 也都可以使用啊 它叫做 好 雄好券 就雄厚的意思啦 那幸運的民眾呢 如果你全部抽中的話 總價值有3000塊錢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表啊 裡面的話呢 十一住行都幫你南瓜在內了 那其中住宿券的話 它的面額是1000塊 其他的呢 包含上市有5張100塊錢 所以就是500500500累積的話 是總共有3000塊的一個價值 那它不是只限於台北市的民眾 你全壇的民眾 你只要上台北通的APP來登記的話 8號開始就可以來參加抽獎了 中獎的人記得要再回到台北市來消費 而另外一個焦點 我們就來看到了 財政部跟央行呢 最近積極的出手打房 特別在於財政部 昨天宣布的最新訊息是 要即將針對這個查稅 鎖定誰呢 屯房大戶 也就是啊 如果你是擁有10戶以上的 非自用住宅的話 而且你有出租的房東 沒有乖乖繳稅的 要特別留意這項訊息了 因為財政部陸續要發出 所謂的輔導函 財政部長蘇建榮 他就有呼籲房東們 要趕快的補報補繳 否則最高是要重罰3倍的 我們來統計一下 目前啊 國內擁有10戶以上房屋者的人 大概是1734人 而這個也是財政部首度呢 這麼大規模的要來查核 你出租有沒有逃漏稅的一個狀況 但是有的大戶 大家知道嗎 口袋很深 也抱持著絞線的心態 也就是等到你查到我再說吧 但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 你要在首都台北市買房 必須不吃不喝 16年形成完全非常強烈的一個對比 根據住商機構的統計呢 其實最近兩年來 漲幅最高的就落在21到30坪的這個房產 那他的平均成交的金額呢 大概是61萬每瓶 成長的幅度是大概11.7% 反而是大坪數 61坪到80坪的成交均價是落在69.3萬 兩年來只增加了1.6% 其實相對來講大坪數是比較抗漲的 那如果是小坪數呢 也就是20坪以內的 因為這些啊 多半是小套房 那總價比較低 可是他的單價就比較高了 是所有這個集聚當中呢 裡面每坪數最貴的金額 每坪要來到68.8萬元 不過日前啊 這個新復發的建設總裁 鄭總裁他有特別講說 年輕夫妻 如果你還有養一個小孩的話 你年輕夫妻兩個人加起來 月收入只要8萬塊就能買房啦 他的論點是什麼 他舉的例子是 你在新北市買兩房的 大概是1500萬 那現在銀行都可以讓你貸款八成嘛 那一年的利息 如果算1.3%的話呢 每個月你只要付2.7萬塊就OK了 乍聽之下還蠻合理的啊 你total賺8萬 月付2.7萬 還有剩下的一點大概三分之二的錢嘛 可是網友實際算了之後才發現 這等於要雙薪家庭 他們要背40年以上的房貸 更何況還有其他的基本開銷啊 民眾非常的無奈 認為呢這個有點像是吃米不知米家 不知道現在大家面臨到的困境是什麼 而民眾的無奈呢 其實央行總裁楊金龍 他有坦言 即便政府祭出打房 但所謂的打房其實是打炒作 而不是要真的把房價壓到非常的低 也就是說要年輕人買得起房 目前看起來實在是太困難了 而且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達成 財政部長也認為 打炒房不是打擊房市 來聽聽看他的說法 我想 房價基本上要看整體經濟的情況啊 那房價有時候是 上漲有一部分是因為剛性的需求 有一部分是投機性的需求 那有一部分是成本面的因素 那以最近的一個情況 大概是成本面因素比較多 還有剛性需求 那我們在上個會期通過的房地合約稅 基本上是針對那些投機性的 短期的投機性需求 來做一個可以高更高的稅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 抑制這個所謂的投機性的需求 短期的投機性需求 讓房價能夠 能夠速度 就是說能夠減緩他的漲緩的幅度 那成本面的因素跟剛性需求的因素 那基本上這不是我們要打擊的目標 成本面的話可能還有成本面的因素要去考量 那當然有一部分可能建商的炒作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個行政院的房市健全小組 我們會持續的密切注意到 整體房地產市場的這個動態